喂 喂 聽得到嗎 OK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盛佑 那目前在JBRN當技術傳教士 那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推廣JBRN相關的產品 還有Colin程式語言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最近在研究Google Cloud Platform 然後我之前有弄了一個Podcast節目 那我們就想說要把Podcast節目的網站放在GCP上面 所以今天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路走過來的跌過坑跟一些學習的歷程這樣 那我還是要先講就是我不是GCP專家 所以有一些東西我也還在摸索當中這樣 好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個Podcast背後的故事 我從2019年的時候加入JBRN 然後從那時候我們就 我花蠻多時間在跟ColinUser Group一起成長 那我加入的時候大概 講中文的ColinUser Group大概有八個 就橫跨中港台三個區域這樣 那全世界目前已經有200多個的ColinUser Group 那我們那時候從八個到現在 已經有18個城市都有講中文的ColinUser Group 那我們台灣當然也有 所以我們今天也有攤位在隔壁 所以只要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到我們攤位上 跟大家做一些交流這樣 那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跟ColinUser Group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不管是來參加研討會 或者是我們辦這個線上的讀書會 或者是辦線上的這種技術研討會之類的 那所以我們算是培養了一個很強烈的這個革命情感 那去年2022年的時候 我就在跟ColinUser Group的這些夥伴講說 我們好像很多事情都做過 那我們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做過 那時候那個上海ColinUser Group的宇昂 就是我右下角那個共同主持人 宇昂他就講說我們好像還沒有錄過Podcast 然後我們想要試試看 就是我們能不能錄一個Colin的Podcast 那後來那個台灣ColinUser Group 就我們台灣的志工Maggie 他對錄Podcast也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三個人就想說 好 那不然我們2022年就來嘗試一下來錄Podcast 那時候我們在錄Podcast之前也稍微做了點研究 就是發現你去Podcast平台上面打Colin 那你會發現上面只有一個Podcast 是專門講Colin的 那其他講這個Android或什麼相關的 我們先不算 專門講Colin的就只有一個 而且那個Podcast就是我老闆的Podcast 然後我想說好 那他做英文的嘛 那我們是不是就來做個中文版的 所以大家現在假如去Podcast平台上面搜尋 Colin盧編漫談 那應該就是找到我們 那我們是目前唯一一個中文的 以Colin為主的Podcast這樣 那這個節目運行到現在 我們有三個共同主持人 然後到現在大概是1.2年的時間 就大概一年超過兩個月 然後目前已經發布了10集的節目 然後我們下禮拜一會發布第11集 然後目前已經錄到第13集了 那假如有錄過Podcast就知道 其實錄Podcast很簡單 剪輯才是最麻煩的事情 所以 然後我們其實蠻貪心的 就我們做這Podcast 我們除了 其實我們當初在錄的時候 我們是 用遠端的方式錄 什麼叫遠端的方式錄 就是因為宇昂在上海嘛 然後我跟Maggie 就是在台灣兩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我們的來賓 我們有些來賓也是在國外 所以我們等於是 遠端要錄好幾個地方一起錄這樣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用那種網路會議室 然後來錄錄影這樣 那因為既然都有錄影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會發布 影片的版本跟聲音的版本 所以我們有發布到YouTube Bilibili以及其他不同的Podcast平台 那為了要滿足就是 各式各樣的聆聽習慣 因為我們的聽眾 也是橫跨中港台三個地方 所以我們基本上提供兩種語系 就是簡中跟反中 然後我們也部署到十個平台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有各式各樣的平台 那其中Apple Podcast也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上面有 可以找到兩個calling留言漫談 一個是簡中一個反中 那其他的部分 Google的話我們就沒有部署到 就沒有部署簡中了 因為基本上在那邊是收不到的 然後其他的部分 我們盡量有滿足不同的平台 所以我們可以部署到這麼多 但其實我們在部署的過程中 我們就有一些想要繼續改進的部分 所以我們目前為止 都只有完成錄音的部分 就是我們每一期都會發節目 然後把這些節目放到 我們剛剛說的那十個平台 但我們就覺得 好像做完之後覺得少了一點什麼 所以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這三個主持人就在聊說 那我們今年來做點不一樣的新計畫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有一個前台網站 因為我們看其他podcast節目都有網站 所以我們也想要有一個 然後我們發現說我們的資料 都散在各個平台上面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有一個 比較像是集中型的一個網站 然後讓它可以更新 但你會發現做這種網站 就是它是那種就是 一天打魚 二十天曬網那種 就是其實平常都不會更新 因為我們一個月頂多就發布一集而已 所以這網站更新頻率其實很低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那我們在做這個技術選擇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選哪一些方式 那我們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講 那再來就是我們 因為部署到這麼多平台 那我們想要了解 我們在這些平台上面 聽眾的那個收聽的習慣 這個習慣是包括他們什麼時候會聽 然後我們發布之後 這個聆聽的數的成長的趨勢 那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想要知道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把 各個平台的那個聆聽數據都把它集中起來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來做個數據後台這樣 那這是我們今年的計畫這樣 那為了達成這計畫 我們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前台網站的部分 我們需要有一個靜態網站 那這靜態網站我們希望它是可以動態產生的 所謂動態產生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節目資料的API 然後我們每次要更新網站的時候 只要有一個東西去打這個API 然後它就會把這API裡面的資料變成網站 那這個其實現在有所謂的gen stake 那他們其實就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大家可能用過什麼 Hexo啊 Hugo啊 或是什麼Gatsby 這類型的 那我這次是用Astro 那再來就是數據後台的部分 我們是為了要抓那些資料 所以我們就自己寫了一個網路爬蟲 然後他會把這資料爬回來 爬回來之後我們再來畫圖表這樣 對 那爬蟲部分假如想要知道細節的話 我剛剛在那個Colin那邊的議程有分享 我們大概怎麼寫 那我今天也大概會簡單介紹一下這樣 那所以我們在技術選擇上面 大概就分這四個部分 就是 節目資訊API的部分我們就是用Colin寫 因為我們是Colin爐邊漫談嘛 所以我們基本上所有東西盡可能啊 就是都用Colin來做 那我們用Colin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GCP上面 我們是用Cloud Functions 然後競賽網站部分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我們用Astro這個框架 那Astro它其實是 你給它一些資料 然後你把它套在樣板之後 它會產生出一包競賽檔案 就很像我們回到最原始只有HTML的時代 那你就只要把這一包競賽檔案丟到 Cloud Storage 它就變成一個CDN 就可以上線了這樣 那爬蟲部分我們是用Colin加上JSUP 就是它可以去做Done Parsing 然後它幫我們畫那個圖表比較方便一些 那會用這個技術其實主要也是因為 我們主持人裡面有人比較熟這個 那我們就選擇這個東西這樣 好所以大家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怎麼用Cloud Functions來做API 那Google其實已經有提供一個叫 Function Framework 那假如你是用Maven 它官方範例是用Maven 那你要用Gradle也可以喔 那我是用JVM的語言嘛 所以用Colin 所以這邊只要裝這個Function Framework 到你的專案裡面 那它就會有對應的Maven的一些Task可以用 那當你做好這東西之後 接下來就是你的API長什麼樣子 那今天我的API比較簡單 就是一堆節目資訊 所以每一個節目資訊就是一個Data Class 所以我們把它做成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類似像Pojo的東西這樣 那再來就是Function的部分你要怎麼做呢 因為對於Google來說 它就是當它給你一個網址 然後User發一個Request到那個網址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Request送到你的這個 你跟它講的那個Function裡面 那這個Function其實就是一個Class 那這個我們最近就是用Colin來示範 就是你是一個Colin的Handler 然後這個Handler其實去繼承 我們剛剛安裝的那個Function Framework 然後它就是一個HTB Function 然後它這裡面會有一個叫Service Service的這個Method 那你就要Implement這個Method 那這Method裡面 GTP會把它的HTB Request丟給你 那你就要把這個Response準備好之後 再回丟回去 所以它這邊會給你Request跟Response 那你處理完之後再把Response丟回去這樣 所以其實邏輯很簡單 那對於你來說就是你每一次只需要Focus 在這個Service的Function就好 那其他部分就是看你自己要怎麼架構你這個網站 那你的內容其實蠻單純 就是以我們來說我們就要丟一個Json回去 所以不管你中間怎麼樣處理你的節目資訊 你要從資料庫裡面撈或者什麼樣 那做好之後你只要用 Json Serialization的這種就是序列化的庫 去把它序列化 然後這個集合就會變成一個Json自串 那最後我們就是用這個Response把它丟回去 所以你會看到我這邊就是設定 我們的Status Code是200 然後我們的Content Type是Application JSON 然後再來就是把我們的這個字串 丟進它的Writer 它就寫出去了 然後它就揮傳回去了 所以對於你來說 你要寫一個HTB Request跟Response很簡單 那再來要怎麼部署 那部署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在自己本機用它的Maven的Task 去Build出那個Jar檔 然後再把這個Jar檔丟到你的GTP上面 但我自己是覺得這樣有點麻煩 所以最好方法就是用Google Cloud Platform上面的Cloud Build 就是做它的CICD 那你看它這些參數呢 基本上就是照著它的範例貼就好了 就是我當初也是不是搞得很清楚 但是反正照著範例貼貼完以後發現真的可以動 那幾個需要注意的點就是 它中間有一個叫做開啟HTB連線 因為你要開放你的HTB Request 所以假如你預設沒有開的話 那它會是一個封閉的就是封閉的網路 別人就沒辦法打HTB Request進來 所以這邊在下參數的時候 記得要trigger那個HTB 然後要Allow Unauthorize 就是說別人是可以不用驗證就進來這個API 畢竟我們是一個開放API 我們沒有要鎖那個權限 那下面的部分 我覺得都是看你的機器的大小區域 然後你要用第幾代的Cloud Function 那這個是因為Cloud Function現在也在改版 所以我現在是用第二代的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它要指定你的Entry Point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說 你一個專案裡面可能有很多的Class 所以你其實可以在一個專案裡面 有很多的Cloud Function 然後部署完之後 再跟它講說 你要部署哪一個Class 到哪一個API底下 所以它是有這個彈性在 好所以 部署完就會像這樣 就假如你有很多個API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一個一個 又一個的方式這樣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再來就是前台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有API嘛 那接下來就是用Astro來做這個前台 那Astro本身是一個 NOTJS的專案 所以就基本上你要用所有的 JavaScript生態系的工具 那本機上 本機你只要用NPM去啟動一個Astro專案之後 它的資料夾結構大概是長得像這樣 那你要即時預覽也很方便 就是NPM Run Dev 它就可以跑起來你的專案 那對於我們來說 比較在意的是SRC的資料夾 因為其他部分 它其實預先都已經幫你設定好了 那在SRC資料夾裡面 其實比較重要的 我覺得有兩個 一個是Layout 就是你每一個網頁 應該都會有一個標準的樣板 那你要把這些共用的樣板 寫在Layout裡面 那再來就是 你的網頁可能會有很多Page 那你就會寫在Page的資料夾 所以就是兩個 就是各自有不同的這個.Astro的檔案 那假如你有一些重複用的原件 比方說你的網站上面 通常都會有Header 對不對 有Footer 或是有Sidebar 這些重複共用的東西 你想要拆出來共用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放到component底下 所以其實我覺得 雖然說它看起來好像有點不熟悉 但其實跟以前我們切板的概念一樣 就是反正就是把不同區塊切一切 然後把Layout排一排 所以很快的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比方說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樣板 這樣板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是一個HTML的框 然後上面它 這是一個Astro的檔案 那上面其實有一部分是可以寫JavaScript 那JavaScript的部分就是 你假如想要載入一些Property 或是傳遞一些變數的話 你可以寫在JavaScript的部分 那你不喜歡JavaScript 你也可以用TypeScript 所以都是寫在上半部 那它的格式有點像 那個markdown裡面的front matter一樣 所以你就把它寫在上半部 那下半部都是HTML 那HTML這邊比較特別的是那個slot 那個tag 那這個slot tag是Astro給你的 也就是說到時候你的紫樣板 會把它的東西塞進來 所以現在網頁上還是空白的 因為現在頁面上什麼都沒有 那等到你開始套用你的樣板之後 比方說你在你的這個紫樣板裡面 的Astro檔案裡面 你先跟他講說你要用MainLayout 然後就用MainLayout的這個tag 然後接下來裡面就放你要的內容 比方說Head、Footer什麼的 那它就會開始顯示在網頁上 所以旁邊的那個截圖 就是開始有把東西放上去了這樣 好 那對於我們來說 比較在意的是說 裡面那些內容是動態產生的 因為我們要從API載入進來 所以這邊就開始要用API去抓資料 所以Astro裡面已經給你這個 Fetch的這個Function 都已經幫你寫好 那你只要跟他講說 你要抓哪一個API 然後處理回來 就變成一個JSON JSON之後你就可以用 JavaScript的Collection的方式 把它一個一個印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我這邊其實 做了一個叫Episode的component 因為我要重複利用這一塊 然後我再用Map的方式 把一個一個印出來 所以最後印出來 就是變成一個集合的列表這樣 那我們除了要印 就是一個頁面裡面的那個集合的列表之外 我們還想要動態產生頁面 比方說我每一集 我都需要產生出一頁 所以我們這邊就需要 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它不只是產生頁面內容 還需要動態產生頁面 那所以這邊 像我剛剛講說 你頁面都要放在Pages底下 但實際上我們Pages底下 只需要放一個樣板 然後這樣板裡面跟他講說 要怎麼樣產生其他Page 聽 有懂嗎 就是先產生一個 再產生另外一個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 重點就是在這邊有個叫 GetStatedPass 那這個是Astro裡面的一個 Building的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的功能就是 你跟他講說你要去哪裡抓 頁面的資料 那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陣列 那這個陣列抓回來之後 你就是跟他講說 那每一個episode跟episode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他會再用上面 的另外一個API去抓 每一頁裡面的資料 所以他先抓到一個列表 然後再產生出這些頁面 那產生頁面的時候 再去用另外一個API去抓 我每一頁的那個內容 然後他就會最後把東西印在那個頁面上 所以你看到最後就是 你在Astro的那個樣板裡面 就跟他講說 你要印出episode的title這樣 那他就會一頁一頁把印出來這樣 好 那做好之後就是要部署 那剛剛我們有提到就是 Astro本身他是用NPM做出來的 所以他在裡面有一個叫Build的指令 那這個Build指令 一Build完之後 他就會給你一包 完全靜態的檔案 所以你剛剛看到那些Astro的檔案 最後都會變成HTML 所以你假如有10頁 就會有10個HTML 然後當然裡面還會有你的CSS JavaScript還有一些圖片這樣 那你最後就是變成一包這個 靜態檔案 你就可以把這一整包丟到 Cloud Storage 那Cloud Storage 是GCP上面專門放靜態檔案的地方 那你就只要開一個 跟你的domain name一樣的bucket 就是他的水桶 只要把這個水桶開起來 名字要跟你的domain name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去 Google Search Console裡面去驗證 你是這個網域的使用者 就你有這個權限可以動DNS 那他才願意讓你把這個bucket 跟這個DNS綁在一起 那再來就是你在DNS上面 也要跟他講說 當人家打這個request進來之後 你要導到Cloud Storage這樣 然後剩下就是一些bucket的設定 那再來一樣也是要部署 那部署的部分 跟剛剛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你會發現我部署大概都是分 兩部到三部 那以剛剛上面那個部署那個function的部分呢 第一部通常都是要build出我的jar檔 然後第二部就是部署 那以這個前端來說呢 第一部也一樣 但第一部多了一個install dependency 就是要用npm install去跑 我們的那個dependency 它才會有astro的那個檔案 然後再來第二部才是build 那個astro的競賽檔案 所以這邊就有第二部也是用not來build 所以前兩部都是在做npm的事情 那第三部才是做部署 那因為前兩部你build出來之後 它就會有一包競賽檔案 所以第三部就是用這個g suite 把這個競賽檔案 丟到你想要的那個bucket的位置這樣 那bucket的位置你會看到 是在最後那個gs開頭的那個路徑 好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cloudbuild上面的樣子 大概就像這樣 就是你每一次push到你的repository的時候呢 它就會自動trigger你的cloud build 然後就開始去跑 我們剛剛說的npm install 然後npm build 然後再把它丟到bucket上面 那我在我這個範例上面 其實我是還有在把bucket原本舊的檔案砍掉 那這個就看你自己想要怎麼處理你的檔案 那這個你可以再做實驗 好那我發現我的畫面就是只有看到一堆圈圈的轉而已 下次我會抓更好的畫面 好然後再來就是要抓網路爬蟲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我們那個部署到十個平台 那這十個平台他們雖然說沒有給我很棒的後台跟我講說他們的聆聽數據 但是至少他們有把聆聽的數字寫在網頁上 所以我們想說那我們就很直白的就寫一個爬蟲去爬 那大家可能寫爬蟲都是用Python 但我們因為是Colin爬蟲漫談 我們還是要強調 我們就是用Colin來寫 所以那個Python有beautiful soup嘛對不對 那我們JVM的生態系裡面有J soup 就是大家都有湯 那我們用J soup去爬這個網頁 那J soup其實很單純啦 就是你去打一個HT request 然後就跟他講說你的CSS selector 去選到你要的那一塊 然後再把那一塊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所以就大概分三步就可以抓出來 所以這邊給大家看幾個比較簡單的範例 比方說這個是Bilibili 那Bilibili它有顯示一個聆聽數據 是990在這邊 那它的那一塊HTML大概是長這樣子 那你要怎麼抓呢 你就是去看 比方說它放在DIV底下的 有一個ID嘛 然後它這個資料夾結構 HTML的DOWN的結構 一路下去是到DIV的Video Data List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這個span 那span裡面就會有這個播放數 所以我們就是去抓 用這個CSS selector 抓到那個view的那一個span 然後因為它有可能有很多個span 因為它這邊其實有三 四塊 那都是span 我這邊有稍微精簡的 所以我要抓到這個span裡面第一個 所以你會看到我在抓的時候 是先抓first 然後再把它自傳結取出來 然後轉型這樣 好 那我們也想要把這東西放到GTP上面 因為我們不想要自己架爬蟲 所以我們就把 我們剛剛 十個平台我們大概寫出六個 有六個平台是有網頁的 所以我們就寫六個爬蟲 那這爬蟲每一個我們都把它做成一樣 也是一個 那個function cloud functions 但是這個function 跟剛剛的那個function 有點不一樣 因為剛剛API是要讓所有人都連線的 所以它是一個http function 但我現在這個function呢 是我每一個小時會去戳它一次 所以它是一個cloud event的function 那差別就在於說 它丟給你的東西不太一樣 所以你看我這邊 把那個function的繼承 改成cloud event function的時候呢 implement的 method變成accept 然後它會丟給你一個event 它就不是丟給你http request 那這個event裡面呢 其實就包含了 你想要傳遞給這個function裡面的一些參數 那這個是你自己可以設定的 那我們就會在這個event裡面丟說 我要去抓哪一個平台 然後我要抓的是哪一個episode 就是哪一集 然後它就會去照 然後我會跟它講說 它要用哪一個爬蟲 那它就會去找對應的爬蟲去爬這樣 因為每一個爬蟲行為有點不太一樣 好那一樣也是要把它部署到 那個cloud function上面 所以一樣也是用cloud build 那一樣第一步先把這個jar檔build出來 那第二步其實跟剛剛都差不多 唯一差別就在於我幫你highlight的那一個參數 就是要有個trigger topic 就你加了這個trigger topic之後 這個cloud function放上去的時候 就會變成cloud event function 就是它丟給你的時候 它知道說它是cloud event function 它丟給你的東西就不太一樣這樣 但這個地方為了要每一個小時抓一次數據 其實我後來發現就是有點tricky 就是gcp上面有一個東西叫cloud scheduler 它就是一個定時器 你可以用chrome的那個 就大家有寫過linux嘛 就有用chrome的字串 去定義說你多久要trigger一次這個scheduler 那我就是一個小時跑一次 那這個scheduler能做什麼事情呢 它也可以做很多事 它可以打一個hdrequest 它可以做送一個popsub 那因為我又不想要我的爬蟲 是被public去連接的 所以我就是走private 那private的部分 它就只能送個popsub的事件 所以它先送一個 嚇我跳 好這時候跳一下 等一下剪接從那邊剪喔 然後這樣比較好剪 這樣有切斷喔 表示有在錄podcast 那我們把這個scheduler trigger它一個popsub event 那這個event要幹嘛呢 這event其實是去告訴我 另外寫的一個cloud function 我沒有特別提 就是我先丟一個事件給popsub popsub就跟我通知我一個cloud function 這個cloud function會去幫我把 這個資料庫裡面所有要爬的平台 跟所有要爬的極速的資料 都先抓出來 那抓出來之後呢 它就把這些資訊 一個一個丟進popsub裡面 那等於是丟進個queue裡面 那popsub收到這些事件之後呢 會有另外一個cloud function 去聽 只要有人跟它講說要抓爬蟲 那它就去抓它的其中一個 其中一集出來 它就把那個極速的資料 傳遞過來之後呢 這個cloud function再去爬 所以比方說我們一次 有十個平台 然後 我們有六個平台 然後我們現在有十集嘛 對不對 所以等於有六十個 爬蟲的需求 所以等於是說 我先trigger它 然後它產生出那六十個需求 丟進六十個需求之後 這邊會再驅動cloud function 然後就會有很多個爬蟲 跑起來 然後開始去爬 爬完之後它就把它存到資料庫裡面去 所以 是一個 跑來跑去的 資料傳來傳去的一個過程這樣 好 那最後就是 Spring Boot加圖表 那圖表部分我比較不熟 所以我講比較快一點 好 那基本上因為 Maggie那時候 他在幫我們寫的時候 他就是用那個riding裡面的一個chart的套件 那個套件還蠻單純就是 反正他已經幫你寫好了 就是你用java的方式來寫圖表 就是你不是用大家熟悉的javascript 因為我們都不熟javascript 我們只熟colin 所以我們就是用 他給我們的這些java的物件 然後去設定一個chart的物件 然後丟到canvas上面 他就可以幫你畫出來 那當然中間你還可以設定說 你要x軸啊y軸啊 然後你x軸上面的每一個間區的plot是多少 那這個慢慢就是可以去設定這樣 那再來最重要就是 你要把圖表資料丟進去 所以就是照著那個圖表套件 它裡面的data series裡面的格式 然後把你的資料準備好 然後就丟一個collection進去 然後他就會自動顯示了 那顯示起來就大概類似像這樣 就是會畫一些看起來好像蠻厲害的圖表 但我們這個還在做啦 就是現在因為我們還在想說哪一種圖表 比較是我們要的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在轉那個資料 因為我們爬回來的資料 跟他要丟進去的那個資料的 長相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中間還是要做一些轉變這樣 好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超時 但反正就是 今天跟大家回顧一下就是 我們的目標其實就是為了我們的podcast節目 做一個家 然後在網路上打造一個家 那我們大概分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用function framework 去做資料的API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就是 做API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希望那個網站前台 會根據API自動產生出一個靜態網站 所以我們用Astro去做 再來就是我們需要知道 大家的聆聽數據 所以我們用Colin加Jsup去做了那個網路爬蟲 然後也是把它部署出去這樣 然後最後我們就是用 Spring Boot加上Varding 來做那個數據後台的圖表 好 那我們用到的這些Google Cloud Platform的工具 大概是這些 也就是從這個Storage是放我們的靜態網站 Function是放API跟爬蟲 然後Schedule是專門去戳我的Function 然後再來就是 Cloud Build主要是幫我做CICD 那因為我們在做的過程中其實常常會搞砸了 所以你假如每次要自己手動build 蠻麻煩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希望可以用CICD這樣 那PopSup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為了要讓這個爬蟲可以自動化 然後可以一次產生很多爬蟲 所以我們用PopSup的方式去傳遞那些資料 讓這些爬蟲可以彼此合作這樣 其實沒有彼此合作 他們各做各的 對 講得很厲害 沒有他們沒有合作 那下一步我們要幹嘛呢 就是 其實我們做到現在 一邊做一邊疊滿多坑的 就是 然後我們也產生了很多技術債 就是 大家顯然都知道 就是一邊寫 發現自己的技術債越寫越多 然後我們覺得我們用的技術有點太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收縮我們使用的技術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發現 API其實也不見得一定要用Function Framework 就我們後來 想說既然我們旁邊有用Spring Boot 那或許我們會把所有東西都用在Spring Boot裡面 然後直接用Cloud Run 就另外一種部署方式 說到這個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 我們一開始在想說 Cloud Function看起來很簡單 所以我們就用Cloud Function做了API 後來發現 也有Cloud View Cloud View就是差別在於說 他有沒有幫你做Container這樣 對 然後後來我發現 Function Framework的第二代 底層是Cloud Run 那我幹嘛不用Cloud Run呢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還在反省的 就是我們是不是 該調整一下我們使用的技術 那當然這個 看你自己的習慣 就是他們提供那麼多選擇 都有不同的情境 所以你看你的情境來做選擇這樣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我們雖然說我們Podcast有兩種語氣 但我們的網站現在只有繁中而已 我們現在接下來想要支援兩種語氣這樣 那不過我們可能就不能部署到 那個GCP上面了 對 因為他們會看不到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我們有一些 資料是網頁上沒有的 就是 像Google啊 或是Apple Podcast FireStory 我們放在幾個不同的Podcast平台 那他們其實沒有網頁可以給我們爬 所以我們可能得用他們 後台的CSV資料 然後再倒進來 讓我們來呈現 所以這個是我們另外一個 要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最後就是 我們其實也想說 那既然我們都用Colin了 那現在Colin Multiplatform 是我們正在研究的技術 那我們是不是用它來做Mobile App 這個概念基本上就是 你今天拿到槌子了 那你看到什麼東西都想敲一下 反正我們就是要玩技術 OK 那講那麼多其實是要工商一下自己的Podcast 就是我們的Colin如邊漫談 那你可以到這個Podcast.colin.tips 那這是我們的網站 這是最後做出來的成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 基本上你在各大Podcast平台搜尋Colin 應該出現中文的就是我們的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聽一下 那我們雖然是一個 以Colin為主題的Podcast 但其實我們很多都在閒聊 然後會聊一些 比方說我們會邀請一些技術主管 那他們會講他們 怎麼走上技術主管之路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不全部都是技術的主題 那大家可以再來聽一聽這樣 好 那今天很高興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在GCP上面的一些研究跟學習 那有任何想法 歡迎跟我交流 好 謝謝大家 同學有沒有問題 先休息一下 我來幫他問 同學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舉手 哈囉後面的同學 黑色衣服先 我來幫他問 我問他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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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是 你說連連提供RSS fee 都由我們自己做是不是 嗯 嗯 這可以做得到 但我們可能不會這樣做 主要原因是因為 基本上那些Podcast平台 都已經幫我們把那些東西做好了 然後我 假如我們這樣做的話 變成我們現在所有 那十個平台 變成是他要聽我們的RSS 對 嗯 我覺得這想法蠻有道理的 可以 可以考慮做 但我覺得有點累 可能不會這樣做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假如我把它放到Cloud Storage的話 我可能會有六個平台的東西 都會壞掉這樣 因為 那邊 收不到Google 對 我們要考慮一下 就是 不是世界上不是所有地方 都連到Google這樣 對 所以這個是 我們當初 不過我覺得你這想法蠻有趣的 對 嗯 還有嗎 嗯 還有嗎 嗯 我要問問說 那些API還都沒有 支援API嗎 不然他們的Ui 改的時候 改革嗎 對 沒有錯 很 很不幸的他們都沒有API 對 因為我本來也想說 這東西不是用API接一接就好嗎 幹嘛這樣搞 後來發現還真的沒有API 結果後來發現Podcast是一個 看起來很先進 但其實是一個很原始的東西 對 就是 基本上你只是 對於那些平台來說 他們其實就只是幫你把你的MP3 放在他的平台上 然後幫你產生出RSS 然後那些很多平台也是互相吃那RSS 然後去抓那個檔案下來 對 所以 大家假如對於Podcast的那個運作 有興趣的話 要聽一下Dion 我想明天有一場 他會講說 這個 他怎麼去改 那個Podcast的 Reader 算Reader Listener 不對 Reader Listener Reader 算什麼 沒有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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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我 也可以等一下 就是 他實際其實會有一個 就是 Podcast 他會 就是專門幫你把你的一檔 然後 找地方 然後幫你產出RSS的FIT 然後這個FIT 他就會 就有點像是那個 網路新聞的FIT 然後各大Podcast平台就會去訂閱那個FIT 對 就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API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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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吃飯吧 謝謝大家 下午 下午這邊的議程是 一點半開始 對 那議程是讓Public Cloud增加你的能見度 如果有想聽的人可以來 這邊 停課 謝謝